他一開始扭傷腳的時候 他去照X光 非常好 因為他自己扭的蠻嚴重的 所以他怕會扭到他的骨頭 所以他有去照X光 X光告訴他他骨頭沒有骨折 他回去也有休息 因為他還蠻痛 他也有休息 可是他休息了兩三天之後 他發現他的腳是越來越腫 一般你扭傷腳最腫的時候 大概就是前兩天 對啊 過了兩天之後 如果前兩天就好了 應該要消一點 他不是 他是越來越腫 而且他本來是扭傷在腳 他慢慢的腫到小腿肚 怎麼會對呢 你扭傷再怎麼樣 你這個地方很腫 對 那個時候就應該要趕快再來看醫生 他沒有 他沒有 他就是一直在休息 後來就在家裡就突然間暴斃 但是中間他有沒有覺得喘什麼的 我們不知道 後來他的死因診斷是肺酸塞 我們猜他中間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可是他就來不及講出來 因為他也沒有再去看醫生了 肺酸塞 表示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他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會有肺酸塞 我們猜想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肺酸塞 他大部分是 他為什麼扭到腳會肺部酸塞 就是因為他扭到腳的時候 他開始扭到這邊 後來他可能因為扭到的時候 他沒有 就是腳都一直沒有動 因為他要休息 因為他要休息 所以造成他的那個血液的循環就不好 血液循環流得比較慢的時候 你可能就有時候三不五時 那個靜脈裡面的血就會凝成血塊 凝成血塊之後 他壓 本來就只有在腳的地方塞住而已 所以腳的那個靜脈就回不來 所以腳就開始腫 所以他還說你本來扭到腳踝 為什麼會腫到小腿 他那個時候就已經深部靜脈酸塞了 就是像這個樣子 他就是一些深部靜脈酸塞 正常是流過去嘛 他就產生一些酸塞了 可是後來他又很倒楣 這個酸塞又剝落 打到肺部去 所以他理論上他應該有一些喘的症狀 喘的症狀 可是他可能沒有去注意到 他可能都一直坐著 對 然後後來就直接就過世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這種東西要怎麼樣去預防 我們常常講說 你沒有明明就只有扭傷腳踝 你怎麼會腫到小腿 你怎麼會腫到小腿 這一定就是有問題嘛 沒有 我跟你講 台灣健保這麼方便 不應該有這樣的場合發生 對 這不應該 而且另外就是 這種深部靜脈酸塞 是有機可循的 第一個就是單腳突然間腫 第二個這種腫 你摸起來整個腳會非常硬 會非常硬 會非常硬邦邦的 水腫的話是軟的 對 水腫的話是軟的 你如果是很硬的腫的話 你就要小心深部靜脈酸塞 而且不是在你受傷的地方 你就要小心了 對 而且隔這麼多天越來越腫 沒有警覺性 就是會這樣